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是一个人的本能 所以花心而不滥情才是真正的有品 真正痴情的人也不是一生只会爱一个人 而是爱一个人的时候能够一心一意真心付出 遇到滥情女人的后果 大家都知道可能每个人都在避免 尽量不让自己受到伤害 但是很多人都是在最后才醒悟和发现 一切都已经完了 可能是被新鲜感冲昏了理智 也可能是不知道该如何辨别 对于那些老实憨厚的男人来说 应该学着去辨别和发现 有些人是不值得你掏心掏肺的 别把自己的大好时光浪费在一个错的人身上 一个烂情的女人都有哪些特征 就这四点很明显 第一 身边不断异性朋友 咱们可以这样理解 没有人是不识趣的 当然也有 但是极少 所以当一个女人身边的异性朋友 平凡地跟她示好和献媚的时候 很明显她是没有拒绝的 或者说故意让那些男人尝到了一些甜头 才能对自己死心塌地 从这里就能看出 她是没有底线的 对待感情是无所谓的 更甚至就是一种直接的利用 故意给自己培养备胎 享受那种重心捧月的感觉 你还会发现一个烂情的女人 不论发生什么事 都有很多男人出面帮她摆平 都不需要自己亲自兜手出面 男女之间是有纯友谊的说话 但也不至于预见任何一个异性 都是纯友谊 尤其是她的异性朋友很多 同性朋友却很少 更是闲而易见 不懂得和异性保持距离 若急若离 欲情故纵 第二 只会向你索取 明显能够感受到她的那种无所谓 好像从来没有认真对待过这段感情 总是以各种各样的毒鸡汤 要求着男人 你应该对我怎么怎么样 却从来不提感情都是相互的 像是一个填不满的无底洞 说白了 开始去那感情 本来就不是真心的 不过就是在成全自己的利益 多付出一点 她都会感觉是一种损失亏本 那么 在这么理智的情况下 赔本的买卖谁会做 不是动真感情的人 也不会去付出 想让你对她好就算了 还会无止境的 让你满足她各种各样的 无理的欲望 关于物质上的 把什么事情都分得很清楚 你是你 我是我 你可以牺牲自己成全她 但她不会牺牲自己成全你 再说的扎心一点 之所以跟你在一起 不是因为爱 只是因为你对她好 仅此而已 第三 喜欢主动搭讪异性 穿着非常的暴露 渴望引起异性的注意和关注 尤其是异性很多的地方 包括一些公共场所 都会有一些不雅和过火的行为 其实就是虚荣心在背后作祟 想证明自己很有魅力 也往往是自卑的表现 如果不是因为自卑 不会急着炫耀和表现自己 或者就是一个很随便的人 在她的字典里 没有自重和自爱这一说 喜欢主动搭讪异性 很快就能打成一片热火朝天 如果你跟她在一起了 想要分手的时候 就会发现 她早就给自己准备好了退路 离开了你 立马就可以投入别人的怀抱 离开了这一段感情 立马就可以开始下一段感情 不需要过渡期 也不需要缓冲期 一切都很自然 第四 很容易被男人感动 这种感动 不是因为男人用真心和真意感动了他 是通过一些礼物或者物质上的满足 轻易将他感动 只要给他一点零头小力 就会失去原则和底线 甚至不惜去破坏别人的家庭 然后关系不清不楚 会稍微回应男人一点点 渴望得到更多的关注和满足 周旋在很多男人之间 利用男人对自己的喜欢来获取利益 如果他成了你的女朋友 你会发现他对外面的异性朋友 始终保持着不拒绝 不接受的态度 你因此总是十分苦恼 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改变不了他 也说服不了自己 完全没有责任感 既轻浮又随便 没有一点的矜持 怎么说呢 其实他心里跟明镜一样 打着自己的小算盘 以上就是一个烂情的女人 会有的四个特征 只要细心一点 不难发现 遇到一个烂情的女人 趁早离开和脱离是最好的 不然时间久了 它就像是毒品一样 让你越来越上瘾 越来越难以挣脱 男人要有起码的辨别能力 就算再爱 也不能拿自己的人生和生命开玩笑 要对自己负责 不要因为占了一点小便宜 而沾沾自喜 最后都会双倍 甚至多倍还回去的 别指望着能将他们感动 无异于吃人说梦 一个失去了自己底线和原则的人 做人的基本都没有了 真的才是无可救药了 但也不得不说 有些烂情的女人是很可怜的 在之前的感情中被伤得太深 从此心灰意冷 不愿意再去相信这个时间的美好 出于一种报复心理 不论怎么样 你的真心都应该交给一个值得的人 什么事情都可以慢慢来 慢慢学习 慢慢改变 可起码真心能够换来真心 最后感谢大家的观看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觉得本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 麻烦您点点订阅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